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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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说真话就访问江少 看到之后我没有没有正常看 就是一些很感人的事 我于是也说 遲着这个机会 6月13日4点多钟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人好事 也跟近期的新闻相关 就是正生思愿 大家都知道年初的时候 正生思愿可能董事有关财务的问题 政府等等又通緝 又封锁了银行户口 这些相信大家都听过 但是接着他近期又说不出粮 他出不了粮 他冻结了户口 所以有很多 究竟大家会关注那些学生会怎样 因为那些学生就是曾经吸毒的人士 又不算是根新的 他又不算是根新的 他有一些是吸毒人士 五入歧途的青少年和毒品有关的案件 于是怎麽算好呢 这些是他扔波给政府 政府如何将这八名学生 如何融入 过渡他 去回正常校 但其中一个故事就是 例如说正生书院有个大学生不作业 也是教了书 几年 于是他接受另外教育刺针的一个访问 一个故事都是 挺感人的 挺感人的 因为代表正生真是令到这班叫做边缘 五入歧途的青少年 他们当年年轻的时候 为什麽要去吸毒 周街都说吸毒不好 父母说 老师 社工 个个都说吸毒不好 为什麽他都要去吸毒呢 是不是究竟家庭的环境因素 学校环境因素 还是懂得着五交选友等等 这种 总之社会的问题越多一定有这些吸毒事件 当然虎下一定有很多这些方面的素材 譬如说我们最熟悉 当年我八几年一入行 又要做那些不知什么 印明人专方 就是说大家最熟悉的是 王大仙还是慈云山 什麽十三泰国 有啊有啊 将会邀请其中一个人 陈智 当年我也是谈谈 陈智 陈智 到现在还是继续陈智 他应该在西贡那里有一个营地 当然是跟那些更新人士 吸毒人士一起去到那里 荒山野岭来到 也都是 他都好像不知是什么 杰青等等 陈智 十大杰青年来的 现在老年 几十年之后 当然了 江世昊找到陈智 你都可以跟他说回 究竟为什么青年人 以前就说下球 我妈妈不让我们下球 真的不让他球场 真的好习的 七八十年 一定 一定入碍黑社会 一定入碍黑社会 都被人打 没有 一定不认为 我们都在荃山沙咀 沙咀 踢球 不管你住哪里 你葵方葵卿就更加公毅 葵方葵卿吗 我不是 我说到他 何亨是 何亨是 我说到他 我葵方的 从小也是 阿婆就不让他去水塘游水 因为以前太古水塘 年年都浸亲人 就是以前的年代 七八十年代 那时候水塘上面生 年年都 你说他找替身也好 刚好也好 一定去的 一定是浸亲 有些怪谈 即是怪谈案案 所以阿婆以前 一直都不让所有孙刀禁止去 你去就不要回来 我们也去的 我们也去的 那个叫回应回来 去芙蓉山 荃湾有一个芙蓉山 又是水塘的吗 不是 山溪 去捉什么 虎炮 我知道 炮虎 炮虎 老株、红奶 类似碧虎 不是碧虎 碧虎 类似碧虎 去上山 又是上山 那些溪流都有 濕了身 回来 被妈妈打了 有些故事 有 有 踢球呢 没错 踢球就是老妈子 永远禁止踏进足球球场 所有 无论你屋村还是什么 因为实在是踢校会 以前的年代 真的 不是说笑 这些就是过去 究竟现在会是怎么样 这位老师多棒啊 当然他也很感谢正圣书院的老师 没错 因为当然他进去了 不知道为什么 他自愿还是被逼进去 但是这位老师是女性 是 女性 他当时很任性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一定要弄一些公仔在手臂 明白明白 一定是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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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为什么 那些是威风 以及以前的年代 不同意 应动感 以及现在 当时装时装 以前就是这样的 以前就是这样的 怕被逼走 尤其自己本身 如果不够健碩 那些 你闻一闻 人家会先害怕你 他们的心态就是这样的 他也比较近期 2018年 大学毕业 也是近年的 这位女士 叫做海龟 她的绰号叫海龟 这位学生叫做海龟 他因为他建功 就是 他是 读完大学 最好做什么 是 校正辅工 或者是做老师 这些顺理成章 你说做其他的行业 都没有那么 还有 顺理成章之前 人工高 政府工和教书 一定是人工高 一定有个很好的保障 保证 他去建工的时候 立刻问校长 要不要遮住我的公仔 是 因为你身为一个老师 老师一定是 老师和父母一样 千万不要纷身 是黑社会 是华人才纷身 甚至现在这一刻 跟小孩说 都是叫他不要纷身 没有理由鼓励 没什么 他那些是时尚 潮流 挺英 不行 所以正生出来的老师 问校长 需不需要 校长也是 不需要 很帅 我想到那部电影 我忘了是欣子丹 还是 是谁的教书 鄭伊健 就是以前出来行 改过自身 做了老师 不需要 也有这些不同的东西 所以他继续去做这间学校 这间学校就是 香诗自然学校 当然这些当然是村校 我相信村校 学生也不是很多 但都继续在这 于是这位老师 继续用他的新教 他选择了一班 校长又任他选择 小一小小小六 你选择哪一家教 他选择小四那班 不知道他为何 知道来源之后 小四那班是最似的 哦 比较百业 对 读得村校 最反叛的 我大学不业 都教过一年村校 很反叛 很厉害 同时 教育制度 是逼他直升的 一流班 你就要向教育局解惑 你还要写回报告 很烦的 所以不要多了 升了村校 无论他成功 因为九年免费教育也好 总之你升了 等他自己去 这里亦相同样 他一直去教育 他身上有十个民生 很厉害 好的 那些都是 在这个地方打滚了很久 这个真的要给他个赞 曾经不入歧途 改个字新 再用英才教育 读书 读书真的不简单 要入到大学 2018年代 都是不简单 知识改变命运 这个我相信 他改变完自己的命运 改变人家的命运 教育小四的时候 整班学生 刚才说的比较樊屁 比较反抖 到最后 教育的时候 他们都很乖 听教育 听话 在课室里 完全肯上读 听课 海龟在正生书院 读完书 考完大学 出来教书 当然他说 会不会害怕 究竟正生书院 会影响他 如何 你对正生书院 有什么看法 这个当然 一定要问 究竟当时 会如何 他说 最后说 不会直接说 都是透过一些 当时的生活 就是说 他是感谢正生的 是 前线 前线 就是那些工作人员 社工 或者老师 跟他们 一起 倒市 明白 尤其在深山 就不同 陈先生 那些别墅 深山 就一定有些 糞便 要处理 无论吃水 还是污水 都要自己处理 当然煮饭 就比较容易 洗碗 但处理到大小二便 就比较厌糊 他就会很感谢 前线和他们一起 不是 我们就会老 你去做 一起做 而且一起冲冻水 我相信 燃料 在夏天 冬天的时候 一起过夜的老师 是他们改变了我们的生命